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一同翻开圣经 来看今天 先说四个我们的话语 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 第28节到39节 罗马书第八章 第28节到39节 大概后又完了为大家念 罗马书第八章 第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数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笑话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神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终人舍了 岂不也把外国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神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神能定他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神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痛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弱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事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今天正道的经文是 满有神美意的2015年 我们欢迎周光强大来为我们正道 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起来对面而行 这个下礼拜就不会再了 那我还记得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也是由我为大家分享信息 那个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说 讲到灵魂新盛是以健壮 凡事新盛 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 可以定下一些目标 让你的2015年真的是起来 这品而行 带出一些不一样 那不知道大家 融融融融一转眼 一年过去了 你的目标达成的如何 还记得吗 你的到今年等 没关系因为我忘了 马上下礼拜就可以再来一次 明年再开始 好 那 在每一年啊 年底的时候 他们都会选那个 今年2015年的一些代表字 那这是亚洲的几个国家所选的 第一个 日本 选了安 这个字当作代表字 因为可能日本 有几个理由啊 第一个是他们的首相是谁 有没有人知道 安倍 对 安倍的安 然后日本也有 好像也有 年中的时候也有人被那个 IS抓走 然后 国内也有许多的 就是他们一些改革等等的东西 所以他们可能想要寻求平安 那就选了这个安 这个字 那 第二个是联 大家猜猜是哪一国选的 对 中国选的 因为 这几年 中国也一直在 打贪 要有这个连结 连结的政府 所以 这个 中国人的 百姓们选了连这个字 那 换 大家猜猜看是 哪里 对 是台湾 台湾 大家有投票 网路选出了换 这个字 那 要 是新加坡 因为他们的 这个 总理李光耀 不过是 建国的 这个 重要人物 咬过是 然后 在 第第五个字 苦 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个国家选的 马来西亚选的 我们今天刚好有位 马来西亚来的新朋友 那 就是 相亲 他国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待会 聚会结束之后 可以跟他聊一聊 不过 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些 百姓们 写了 苦 这个字 可能当中有一些 政府的事情 然后 我还有马行的 这些事故 等等等等 那 至于在 西方这边 这个 牛津字典 他选了一个字 其实不是一个字 是一个 这个 网路的表情符号 一个 笑脸 戴DNA 那 那 他们觉得这个 可以代表 2015年所发生的 很多的事情 那 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 不论如何 2015年 发生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事 国际上也好 我们个人生命中也好 那 不知道大家给自己 要选一个字的话 2015年 会选什么字呢 不知道有没有用这个方式来想想过 那 这时候我相信你的脑中 可能开始回顾一下 2015年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哪一些 好的事 哪一些辛苦的事 等等等等 可是在 我们开始自己回顾 你的 2015年 并且定下这个字之前 我们特别来看 今天的 关键的经文 今天 我选你的经文是 《罗马书8章》 28到 39 那 我会用28节 当作一个 主要的经文 像个钥匙一样 来 来跟大家讲今天的信息 我们先 同声一起把 这一段的经文 突破一遍 来 请 我们要相信 神 他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并且叫爱神的人特应主 那这些爱神的人 就是按着神的记忆 被招的人 是的 就是 我们要相信 神 他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并且叫爱神的人特应主 那这些爱神的人 就是按着神的记忆 被招的人 希望 今天的信息能够 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 可以成为一个 2015年 一个很好的结束 好吗 我们先一起 做一个祷告 父神 我们谢谢你 我们相信 2015年 是你掌权的 我们相信 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并且叫 这一班 你所拣选的人 就是我们 能够在党中得到益处 主啊 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 使每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有所领受 感谢主祷告后 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很难 错 好 我想放一小段 video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Facebook做的 2015年的一个回顾 他帮大家 在两分钟之内 把2015年的很多的大事 都重现 给你看一下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 回顾一下 2015年 美国际间全球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很快的回顾一下 很多事情 恐怖攻击是很大的一个点 我们现在的议题等等 各个国家都有各样的事情 天灾也有很多 很冷很冷 就是2015年 在 事实上发生很多事情 我想大家也都很有印象 那 至于 我们教会呢 2015年 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年教会 做了一个 快然一行 把后面的整个教室 全部都弄好 那也 对面学校也正式的进驻 看到其实 好像已经弄好很久了 可其实没有 真的是今年才 全部弄完 才让对面的学校进来 今年我们师班 也重新开始运作 当 有个姐妹听到 奋勉而行的 气息之后 她就回音 所以我们师班开始 感觉 好像师班也很久了 没有 真的也是今年开始 今年重新再开始了 那这是我们复活节的时候 弟兄姐妹 受洗献儿 这是父亲节的 篮球比赛 大家 又一起 打篮球 年轻人 帮 路斯 一起请出 父亲节 到年终六月的时候 有一个 重立婚约的 在这个 Event 在我们教会 就是 相当的 感谢主 许多的弟兄姐妹 起来奋勉而行 但是 当中 我们也 暑假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亲爱弟兄 Ariks的事件 发生了这样一个挑战 在当中 在之后 很快的 没有被这个 事情所 击倒 而是马上的来 办一个 Code of Ethics的 童童训练 再从这个困难当中 继续爬起来 我们也经历了 我们的属灵长辈 对牧师的离去 到今年底 牧师刚回去 看他的生病的妹妹 当然还有 我们之前的 这个虚无变的爱 教会 很多的事情 可能会有一些 疏漏 大家可能记得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 2015年对爱临教会 也是有很多的 高产地固 很多的 各样的事情 至于对我们 个人呢 从国际 到教会 到个人 我个人 我相信 2015年 也发生了 很多 不一样的事情 不论是在你的工作上 在家庭里 在你自己的 生命当中 教会关系 等等等等等等 你都有各样 不一样的事情 大小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自己 当然 我2015年 有一个 新的 新的小孩 我的女儿 四月两天 有有有 有有 有一个女儿了 老大 也刚满三岁 那 两个小孩 这是不容易 我觉得 这是 2015年中 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那我自己 也终于 打出我的 另一个 小目标 拿到 Personal Trainer的 license 然后 在 服饰上 虽然经历一个 Eric的 事前挑战 那我还是 把 青年的 影会 服务给办完了 也 也在学习 跟很多 各教会的 牧者 传道 一起 連结 那这是我的一些事情 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 你心中现在 可以想到很多的事情 从年初 从年中 夏天 到秋天 老公节 到现在 很多很多的事情 大的小的 你心中觉得 好的 觉得困难的 我想 你可以 在 年底的时候 给自己一个回顾 好 那 刚刚讲到的这些经文 神说 让万事 都互相效应 其实 不论是 刚刚看到的影片 国际间 世界上的大事 教会发生的事情 不是我们生命中 发生各样的事情 这些 你都可以把它包含在 这个万事 里面 不论大的 不论小的 都对我们的人生 发生了一些影响 而且 这个影响 很多的时候 是我们 不然其实不一定看得到 现在可能 没有感受 有些人会觉得说 对啊 反正每一个事情 都有它的 连接关系 好像也有人说 这是一个叫做 蝴蝶效应的东西 曾经就有一个 气象学家讲说 一只蝴蝶在巴西山洞翅 有可能会在 美国 Texas 引发一场 蝴蝶风 就是一个 某一个很小的事情 你可能现在看不出 什么样的影响 它带来的后续效益 可能会非常的大 有一些人就讲说 可能 你输了这场战争 只是因为 你输了某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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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因为 你伤了某一个士兵 你伤了某一个士兵 只是因为 他的马受伤了 他的马受伤了 可能只是 他的马蹄铁 那个时候没有装好 所以因为 一个马蹄铁没有装好 导致了 这个国家输了整场战争 就是也用来解释 这个蝴蝶效应 所以可以比如说 对啊 其实反正 事实上很多的事情都是 这个样子 可能小事情嘛 有一些一派 但是 我要告诉你 当我们是属灵的人 有信心的人 我们就知道 这些事情 他不是偶然 他不是只是 一个一个事件 断束而产生的 而是 在 神的 手里面 有他的计划 跟美意 在 互相效益 万事都互相效益 在 这一段的英文 他讲的是说 God causes all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是神 是这个原因 让 这一些事情 发生了 到我们如今的结果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 这个佛所说一章十一节 我先帮大家读 红字 我们一起读 说 我们也在他里面 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 请 随己一行 做万事的 照着他指引所预定的 我觉得神 是随己一行 来做万事 而且在这一切当中 都有他指引的 所以这些万事 并不是随随便便便的 的发生 而是神要带来一些 美好的效应 在我们的神经当中 在圣经中 有一个人 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 他叫做 约瑟 他就可以看成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故事的一个例子 圣经 这个人 约瑟这个人 他小时候 他的爸爸特别疼他 然后 在众秀的一个例子中 最喜欢的就是他 所以给他买了一件 彩衣 让他穿 所以其他的弟兄 都嫉妒他了 那结果 嫉妒他之后 他们就陷害他 把他卖到 埃及的人口贩府 努力贩府那边去 结果他被 法老的部位长 买去了 结果在那边工作 当努力做得很好 做得太好了 然后导致 这个 他的老板的妻子 看上他了 想要勾引他 结果不成 把他去誣告他 他用被子 下到监牢里面去 到了监牢里面去之后 因为他会 帮人家解梦 就有这个机会 又得到 法老的提拔 最终成了 埃及的宰相 结果当他成了埃及的宰相 之后 竟然有这个机会 反而 回过头去解救 当时陷害他的 兄弟 因为他们那时候在饥荒 那埃及 在他的治理之下 有很多的粮食 反而 帮助了 原本要害他的 弟兄 所以 当这些事情结束 约瑟在 在他人生的 比较尾端的时候 他讲了一段话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 是要爱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存 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那 我们从约瑟的故事 你很难 从一开始 这个小小的事情 看到说 哇 最后竟然 这个故事可以有这么 好的一个结局 没想到神竟然在当时 让他受了这些苦楚 让他被败 被背叛 到最后反而 让他高升成为 埃及的宰相 反过来 又 祝福了 他的家人 成为众人的帮助 这是很难 看到 很多的时候 我们生命中 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你会遇到一些困难 你会遇到一些 被人家伤害也好 被人家出卖也好 事情不如你的意义也好 甚至觉得 你都要放弃 我也相信 很多的人 在这些过程当中 或许真的也放弃 可是你放弃之后 你没有办法 走到 后面这个 故事的结尾 好像今天早上 带近代的 查理弟兄讲到的 这个 一位父亲 他已经想要结束 他的生命 如果不是 听到 这个Bob的tomato 跟他讲的话 那现在的生命 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也看见 在这个父亲身上 他去买这个vengetel 回到家 给他的小孩看 就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情 没想到也成为 他生命的一个反转力 所以神能够让万事都互相效应 Amen 这绝对不是巧合 绝对不只是 刚刚讲的 骨骗效应而已 而是 在背后有神奇妙的美意 没有欧凯 我们再往下看 那 神让这些万事 发生一些 果效 结果出来 他是有一个目的的 他的目的 是要叫这些 爱神的人 可以得着益处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给这些爱神的人 能够在这些 很多很多 你看起来 觉得好像没有观点 好像不一定是好的 的事情当中 得着益处 那我们要先 讲一下 这个爱神的人 其实你要先把它看成是 神所爱的人 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说 约翰一书 四章十节说到说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 这就是爱 那四章十九节也讲到 我们爱 因为神 先爱我们 所以你就会看说 哎呀爱神的人啊 那我是爱神的人吗 我够爱神吗 怎么样才算是爱神呢 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先知道 爱神的人 就是神所爱的 神因为神爱你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你 因为神兼据了你 你才有这个机会 回去爱他 当你是接受了神的爱的人 你就是一个爱神的人 因为神的爱自然要在你的生命中 发挥功效 所以 这边讲到爱神的人 其实就是神所爱的这些人 那你可以想想 就是说 为什么神要先爱我们 我们才懂得去爱人呢 其实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先被爱之后 才懂得怎么样去爱 一个小孩子出生了 是谁先去爱他 当然是爸爸妈妈先爱他 小孩子在还小的时候 他不懂 他只会索取 他只会需要 就是 双亲看到这个小孩 自然就是爱他 就会用你的 爱去交换他 照顾他 喂养他 养育他长大 不然他也交换长大 那这个小孩子 在他小的时候 怎么样被爱 很大的决定 他 长大后 之后去爱的能力 他如果没有先被爱 他长大之后 不懂不懂的爱 前几天我 送刘牧师去机场的时候 我跟他在路上 有一个美好的交通 就是 讲到说 要怎么样 跟他去看 我们太太啊 就聊聊聊 聊到最后 就是说 其实你知道 怎么样去爱他吗 就是你要 你太太喜欢 你用嘴巴 多说一些 但你的话 告诉他 不爱他 等等 等等 这样的事情 用嘴巴说 他就跟我故事讲说 不是啊 这里就 对你来讲 没有人最难 可是你知道 这对我多难 这是 我最难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人用 言语 讲话 来爱我 没有讲说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呃 我爸爸到 到现在 明年六六十多岁 他还是没有跟 他这么优秀的儿子 讲过一句说 不是啊 我爱你 没有哦 我们当中父子 第一次有这个 我爱你的对话 是我信主了之后 我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 向我的父亲 不要打这个案 打个岳阳电话 视讯跟他讲说 爸爸 撑我十秒 我 我爱你 我讲出来之后 眼泪也蹦出来 是不是一个很感人的场景 是 可是 我爸爸还是没有 把这句话 讲回来 没有讲 就是 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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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那因为他就是一个 这样成长的父亲 我不会 我觉得我讲这三个字 已经真的是要我的命了 所以 这非常困难 那 我跟我母亲 第一次讲这个 我爱你这三个字 也是 他已经在病床上 已经快要拜拜了 打电话 在岳阳 跟他讲说 哪有爱 这是我人生 我有意识以来 第一次跟他说 那我要讲的 就是说 当我没有被这样子的 对待 被这样子去爱 我不会 这样子 把爱给分享出去 所以 如果说 你要爱神 你一定要先 被神的爱 搅拐 你觉得 你是爱神的人 他一定 是你的生命种 希望被神的爱 给抑摸过 所以 这个是 我们在讲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一小段之前 先要有一个 观念 是在神爱里面 说你是爱神的人 你有接受 神就有了解的爱吗 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当我们呢 神的爱就是 他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 那他岂不也把 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 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前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回忆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由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并且从私利复活 现今在神的右边 里面祈求 就是神的爱 非常真实的 直接的一个展现 他为了我们 牺牲了 自己的父神爱 而让这些 爱神的人 可以得着 从这段经文看到 两个益处 当然不止 但是在这段经文 可以看到两个 非常大的益处 第一个益处 是什么 是让我们能够得称为 神的儿女 什么意思呢 这些万事 刚刚讲到这么多的事情 这么多世界上的 生命中的 你我周遭的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神有一个衣柱要让我们得到 就是 借着这些事情 引导我们 来到他的爱中 引导我们 成为他的儿女 你说 哎呀 发生了一些患难困难 你没有办法装疯的事情 神在这个当中要 让你认识到自己的 渺小 让你认识到自己的 不足 要来寻找 一个 能够帮助你的存在 万事都发生 哎这些瞬间 这些好的事情 神祝福你 他也有一个目的 他要让你在这些 福分当中 感到说 哎呀 我是何等人 为什么能够 有这么多的 好的事情 为什么能够 这么的蒙恩 他要让你来思考 不是你自己 做了些什么 很多时候 我们生命中 很多的 好的事情 真的是超过我们的 手中所做的 同意吗 这是神的ending 神要我们 在这些事情当中 思考 这些事情 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掌握 世界上 有一位神 当我们能够 从这些万事当中 认识神 当我们知道 这些事情的发生 背后有神的爱 我们可以想到 神要引到我们 来成为他的人民 能够得享 平安的全局 如果在万事当中 我们能够 享受 神儿女的平安的全局 其实很多的时候 就是比外在很多的东西 还得更加的重要 当你有经历过人生的一些 高山低谷的时候 就会发现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发出这个 属天的福分 是何等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说第一个益处 是要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而第二个益处 是要我们能够有基督的仰视 特别是在一些患难中的时候 神其实是为了要熬炼我们的生命 要让我们能够有更像基督的仰视 在29节他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他拯救这些人 他爱这些人 不是说 叫他们被爱了 就这样子就结束了 没有 你要来做他的儿女 你要效法他种子的样式 也就是基督的样式 那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式的时候 其实就是活出神创造人 本来应该有个样的嘛 那很多的时候是经历一些 我是觉得很舒服的事情 刚刚讲到说 我跑到这个 不是说健身教练 我觉得在健身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这个样子 其实健身常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尤其天气这么冷 你早上更不想起来 可是如果你想要你的身体 能够恢复到 那个很好的function 很好的正常的功能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经过这个 很痛苦的过程 而我们明明也是这个样子 没有经历过一些熬练 一些磨难 你的生命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改变 但是当这些改变过去了 我们才能够慢慢慢慢地活出 一个属神的额命的样式 也让众人看到属神额命的不同 这也是第二个很关键很重要的因素 那最近啊 我的岳母来到我们家住 大概是前两天一个晚上 他就叫我儿子说 欸那个 你看啊 你可不可以去楼上帮我拿 在床上的手机啊 那我会想说 他在这边 按照他本来的 心中会想说 他很可能会说 不要 不要去玩 结果 在那个时候他竟然非常干脆地 跟他众婆讲说 好啊 然后就东西都跑上去了 然后 大概找了一下之后 在楼上跟伯母讲说 伯母我找不到 然后 我就想说 好吧 那他就会放弃跑下来 结果我伯母就跟他讲说 在床上面 背下面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很乖的 把 这个手机拿下来 跟他伯母 那个时候呢 我心中就有一个 感觉就是说 啊 我觉得 上帝可能要看他的百姓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吧 就是 可以孙子 可以 互相帮助 可以 懂得把这些爱 可以回馈出来 这就是感觉嘛 这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 一个样式 就是一个样子 这样子 可是 在 就是要让他能够 听话说要去帮忙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当中经历过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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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的 拉扯 磨练 对他也是 对父母也是 你怎么教他 怎么教他 怎么告诉他 什么什么 对 怎么样让他知道 帮助人是好 怎么让他 警惠有这个 好的一个样式 那我觉得 神让这些万事 发生的 第二个大的艺术就是 磨练我们 不可成为基督的样式 我们再往下看第三段 讲到说 就是按他指引被招的 那这些 爱神的人 或说这些神爱的人 他们是谁呢 是哪里来的呢 是他们自己选择 要成为这爱神的人 他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讲到 这些人是按着他指引被招的 那在 在 英文 这边有个 很好 是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被招来 是为了 神有一个目的 那首先 我们看到 这是神 预先所前选的 不是巧的 不是临时 不是突然找的 上周 我们有一些 弟兄姊妹受洗了 厥治了 把他的生命 献给主了 那 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神 预先 已经前选了你的生命 你要相信 神在万世已先 在你 还在母腹中 他就认识你 他要选择你 来 做他的子民 他要在你的生命中 做 他的王 你可能会觉得说 诶 不对啊 明明是我选的这个事情 是我决定 要信 可是我要告诉你 不是 是神先 拣选了我 在 约翰福音15章16节 说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我 并且分派你们去接果子 像你们的果子常说 神明你们奉了你 无论向父求是 我们才有四个 不是 我们选了神 而是神 先 预先 拣选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讲 我们真是 有福了 神在万世已先 拣选了我们 才会 在这个地方 才会 经历过 刚刚所讲的 这么多的万世 那在这个预先的拣选 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 神要 成就 他的旨意在你身上 我会跟你平面的人讲说 你是神所拣选的 真的 我们真的都是 神所拣选 因为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够成耶稣 基督的主 圣经上 清楚的写着 我们自己 你们应该接受主人 其实也知道 若不是圣灵的感动 若不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今天我们会在这里 爱他 服侍他 而且 当我们被拣选 刚刚讲到 我们被拣选 背后是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旨意 这是一件非常 美好 非常服服的事情 因为从此之后 你不再 是为着这个世界上 这些 会朽坏的 事情 财务 努力 去 空转 去 忙碌 为了这些一定会消失的东西 而是 你能够为着神所赐给你 那永恒的职业而活 什么职业呢 他的职业就是要我们得荣耀 在三十节的最后半幕说 所称为一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个荣耀不是人的荣耀 是从神而来的荣耀 几段经文也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在耶稣在即将要走上十驾道路之前 他在跟着 为着门徒祷告的时候 他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耶稣讲到 这是神赐的荣耀 他还要再赐给我们 而不是说 叫门徒去外面 得着众人所给的荣耀 另外一个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你们若为基督的民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那似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祂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四力量给你们 那这边讲到的荣耀 都是提到说 从神那边来的荣耀 不是地上的 是从神而来的 或许在人的眼中 看到是羞辱的 是不好的 但是重点是 神是否 把祂永恒的荣耀 放在我们身上 那刚刚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因为基督的民受辱骂 受到一些挑战 受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有福的 因为神的荣耀 就在我们的身上